师父我分享一下 你这不是讲起岳飞了吗 一个佛友 他就是在佛台上乡的时候 他说 他就突然想起岳飞菩萨 也希望您来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 结果他突然就是 他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些话 他说 他说感觉就是岳飞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你们请我来护持心灵法门 我甚是荣幸 不过护法的安排 君要有玉帝菩萨 驾圣旨才能如理如法 你们心灵法门 现在在天界也很受欢迎 都还想去护持和参与你们的道场 这个同修 接着问岳飞菩萨 我们想请您做心灵法门的护法菩萨 需要怎么做呢 岳飞菩萨这样说 现在玉帝菩萨已经定了 第一批心灵法门的护法菩萨 以派下界护持 中华大地 我做你们的护法 当然也当然不让 但现在时机未到 到心灵法门进入中华大地地时 我定会去玉帝菩萨 那请指护持你们 保佑心灵法门 在中华大地 落地开花 繁华四季 与我中华子孙 利益千秋万代 多好啊 对不对 多好啊 结果 嗯 师傅 那结果呢 他说 当时岳飞说了 他说 现在玉帝菩萨 已经定了第一批心灵法门的护法菩萨 以派下界护持 结果这个同修就想 那太岁菩萨不是掌管 他是执年太岁吗 太岁菩萨 他说太岁菩萨 您给我们说一说玉帝菩萨派的第一批护法菩萨名单可以吗 大家 他想录音中分享出去 让大家更加增加大家的信心 去激励大家更加的静静学佛 结果他说到太岁菩萨是这样说 玉帝菩萨下派的第一批名单中有牛头马面护法菩萨 金刚护法菩萨 还有耳熟能详的二郎神君 泰山圣母 地家援君菩萨是直接督导菩萨 天兵主将二十三名 玉帝菩萨还给精进修心修行的佛子 每一位专属护法神菩萨 现在修习心灵法门 那有一千万 但真修实修之人很少 也就万余人真修实修的判定标准是 必须专修一门 并且精进修行 一门的判定就是不杂修 并且听师父的话 天天听录音 不乱看 不乱听 精进的标准是 必须每天早起念经 一天之际在雨晨 一个修行中人 整天八九点起床 是修行中人吗 还要有的是 必须努力的念经 再次就是非常努力的 进行白化佛法 学了不用 有什么用 学佛光会说没用的 必须会用 学佛为了成佛 知识不用就成不了自己的 成不了你自己 你怎么成佛 你告诉我 所以必须努力的 进行反复的思考 只要你们学习心灵法门的 佛弟子能做到这两点 身边就有护法神菩萨 一指保佑 这是玉帝的玉指 现在玉帝菩萨设了专门的部门 定期视察 心灵法门的弟子 休息情况 若是再有弟子 敢敢欺世灭祖 造谣诽谤 那就是重罪 杀不射 打入地狱 勇士不得超声 因为已经惊动玉帝 玉帝菩萨就严管此事 年底会进行清算 2019年会辞救迎亲 也希望你们这些心灵法门的弟子 好好珍惜 好好修行修行 行善积德 利益百姓 为社会 为国家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好好的爱国爱民 钻记守法 你们的师父 喊破了嗓子 不停的这样要求你们 还有弟子破红线 若再出现 那你就试试 立马报应 并且勇士不得超声 师父 分享完了 我看不是师父喊破嗓子 我看你现在在喊破嗓子 哈哈哈 菩萨给你加持了 菩萨给你加持 你记住了 我现在怀声发热 我们现在不讲什么什么 我们就讲正能量的语句语言 都是给人带来一种启发的 都是让人真正向上的 这都是好事情 明白了吗 好吧 不管是菩萨讲的 还是我们人说的 只要你能说出这些话出来 它本身就是给人家一种激励 给人家一种学佛奉进向上的一种动力 那就是一个好的东西 都是一个正能量 明白吗 都是正能量 对对对 那师父 刚才那个太岁菩萨说 只要你们学习心灵法门的佛子 能做到这两点 身边就有护法菩萨一直保佑 请问这里的护法菩萨 一直保佑的范围是哪些了 师父 这个问题 头上三十有神灵呀 护法就是说 任何一个看住你的 保护你的都叫护法呀 你比方说我们义工 他也叫护法呀 叫不叫了 对对对 人家给你弄个饭也叫护法 今天你们做坏事做好事 人家在记录 那也叫护法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 那个太岁菩萨说 玉地菩萨还得精进修行修行的佛子 每一位专属护法神菩萨 请问这个专属护法神菩萨 是不管哪方面呢 这个专属 师父 怎么写的了 专家的专啊 属啊 对对对 专属 专属护法神 专属护法神 那就已经是大护法神了呀 哎呀 已经是大护法神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 你看 哎呀 这佛有感慨 你说 你看太岁菩萨说 修行心灵法媒的有一千万 但真修实修之很少 也就万语人 前几天博客 有人梦到了师父的法船 两年中 只有一万人可以登上法船 哎呀 只有一万人 这个比例是千分之一 真的是少得可怜啊 是啊 是啊 很可怜 所以我跟你说 真修实修都很难的 有的人不改啊 我这两天一直在 秘书叔在跟他们帮助 他们在改一些妄语的毛病 有些人呢 把自己的出来掩盖自己支持呢 他不认为是妄语 明白吗 所以我今天上午跟他们讲 金刚经里面菩萨有云啊 对不对啊 这个如来是真语者 施语者啊 不妄语者 不义语者 对不对啊 这个如来 你今天要做菩萨的话 做佛的话 你怎么能吹牛撒谎啊 不义语者 就是我不用另外其他的语言 我来掩盖你 原来的语言 本身也是一种妄语啊 明白了吗 那师父 现在佛有面临的问题 说你说妄语 但是有的人觉得 他说妄语就是善巧方便 如何区分呢 师父这个问题 你说这看 这是不是叫偏了 是不是叫邪念呢 对不对啊 妄语什么叫善巧方便 妄语就叫妄语 善巧方便就叫善巧方便 那你这个不就是混淆视听啊 就是偷书不畏切啊 不一样道理啊 你跑到新华书店 去偷一本书 你说偷书不畏切啊 你就是偷书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开始 那师父 太岁菩萨说 真修实修的标准是 必须专修一门 不杂修 听师父的话 天天听录音 不乱看不乱听 师父之前也说过 网上不要乱看 剃场不一样的 以为有帮助 其实我们没有翻遍能力 那师父 现实中有些佛 有录音听的要少 还会浏览 其他法门的完章 或者是 呃 做别的 当修行遇到考验和劫难时 往往内心就缺乏 坚定的信念和支撑 质疑自己的修行或法门 这就产生懈怠或退转 请问师父 这师父是他们自身的 业力牵引的 师父这个问题 当然有牵引了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对师父是坚信的 只是呢 他想看一看 其他法门的情况 了解一下 但是像这种做法 你必须要在自己 非常百分之一百的 坚定的情况下 你才能看 你才能不会走偏 而有些人带着 怀疑的态度 或者不是完全相信 他再一看 他很快就偏了 他就不准事重道 他就不是一门精进了 所以这种人没有用的 看了之后 只会增加愚痴啊 明白了吗 对对对 这不会增加智慧的 有数据觉得自以为话 还有比乱次的 他觉得你看师父怎么没讲到这一点 没讲到那一点呢 我还没讲呢 你到不到这个境界呢 你看了之后 你能对这个事情 没有师父的解释之前 你能理解多少呢 那他还讲了一套一套的 对啊 他问题就是人家听不懂了 他就觉得他对了 那过去土匪还讲暗语呢 听不懂了 他就觉得他胜利了 对对对 他天皇盖地湖呢 还宝塔正和妖呢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你看 那你说你说土匪有没有文化 他还说暗语呢 对对对对 那师父你看 正好想起以前 观地菩萨一个开始 有一大批虚假修行者被淘汰 没有如此大福报 必须受他们自己命运的牵绊 菩萨也救不了他们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命运天盼的话 基本上很难救回来的 明白吗 救不回来 因为为什么 你被命运指挥走了 你被命运拖着走了 你哪还有正心正念呢 命运它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东西 因为命运只会让你 践行你过去的因果呀 它不能改变你的因果的呀 这叫命运呀 那师父只有突破业力 才能改变因果 对了 如何突破业力 突破业力 念经许愿放生啊 放生 学佛 拜佛 对不对呀 自己要懂得尊敬和供养三宝 这种都是突破自己业力的一个方法呀 明白吗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思维开神 你看师父 他这波子说 精进的判定标准是每天早起 一日之际在于晨 乘天八九点起床 是修行中人吗 之前我们不是以前接触过的佛教纪录片说中国很多寺院凌晨都三四点三四点钟就开做一天的早课了 哎呀想想我们是在家修行差的太远了师父 是啊 你们没有特殊情况 应该早睡早起 师父这里也是没办法 一般的事情都是在晚上在处理 所以有时候就弄了 师父 你是晚睡早起不能这样 师父 早起 有时候也早 早不起来 反正能够睡四个到五个小时吧 哎呀那不起床 也是太累 也是太累 嗯 好的 好师父再问 你看岳飞菩萨说 到心灵法门进入中华大地之时 我定会去玉帝菩萨那 请指护持你们 保佑心灵法门在中华大地落地开花 繁华四季 哎呀师父啊 真是好呀 你想想看了心灵法门这么好 对不对啊 早点晚点的嘛 对因为我们弘扬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这个佛教的精髓呀 对不对啊 对 而且我们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遵纪守法 这个方向 这个GPS的方向正的话 什么都不要担心了嘛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对对对 师父啊 就如以前观音菩萨说的那叫 只在雪消尽 不日穿满园啊 师父啊 期待这一天的方案 师父 我都没感觉到有什么雪 我觉得只是个时间问题 明白了吗 对对 明白 嗯明白 真金不发火力 那师父 佛他也曾预言 末法时期会有最后一次佛法鼎盛时期 应该是现在吧 师父 您说一下 嗯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跟你讲一点 在这个世界当中 只要有啊 弘法的人 就会有弘法的鼎盛时期 只有大家团结起来 一起弘法 就是你的最好的鼎盛时期 对不对啊 现在在马来西亚 什么新加坡都是有好几百万的 信众啊 他们都在努力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全世界到处都是啊 他们素质三强会说的非常好 对啊 非常非常好 明白吗 哎 明白 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你看他这样说 也就是问个天使说 他说 玉帝下派的第一批名单中 有牛头马面 护法菩萨 师父 这个牛头马面 是地府的官 还是护法菩萨呢 师父 这个问题 我问你 比方说啊 在看监狱的 他是不是官了 哦 是的 是的 好了 比方说 在地狱里面 看住那些坏人的 对不对啊 嗯 但是他是不是地府的官了 是的 好了 明白了吗 那师父 他说 还有阿尔文能享用的 二郎神君 泰山圣母 陛下援君菩萨 是直接督导菩萨 师父 啥为直接督导菩萨的 师父 这个问题 督导菩萨就是管住你的呀 督导嘛 就是管住你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因为你要记住了 这个像很多的地府里边 为什么说 有牛头马面的人生啊 实际上他的工作 就是巡逻呀 和收捕 哦 那些逃走的那种罪人的呀 嗯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那师父 这里说的 天兵主将 二十三名 是不是天兵主将 是不是就是护法神了 师父 是这样的一点吗 师父 天兵主将 就是说天兵管天兵天将的 哦 哟 哈哈 主将是什么 就是将军呀 啊 将军呀 主将啊 听不懂啊 啊 听懂了 听懂了 天兵主将 所有的天兵天将 都是归他管的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他们护持 爱天将是 太好了 师父 那么人家肯定问我了 你怎么不问我呢 为什么天兵天将有时候看不见 但是他们到底在人间帮助我们干嘛呢 我只给你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 他天天在家里什么龙天护法 他都求 那有一次出去开车了撞车了 那个时候要刚刚要撞上去是肯定是厉害的不得了 但是突然之间对方一个车爬一个拐弯自己翻了 他呢只是个击杀车头撞了撑破一点皮撞在自己车的前面 那么看到的就是告诉他了天兵天将把那个要撞他的车 绑一下子把他拉掉了拉到边上去了 那这就是天兵天将护法这还不懂啊 哎呀明白明白让他大事话小小说话了了 还有一个人在骂人骂到后来肯定要打这个人的 但是他越骂越气越骂越气突然之间 摊下来了摊在地板上了 这就是被天兵天将惩罚了呀 哎呀 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在骂人越骂越气又扔东西又甩的时候 天兵天将就啪一下子弄他一下 他马上就摊下来了气喘不过来了呀 就给他一个教训 给他教训啊你不能骂人哪 你因为骂这种下流话无聊的话 那你已经触犯了这个天律了呀 因为你是所以天兵天将管的呀 父口十一啊师父 明白了吗 明白了